我看頭出來看 變美的方式從儀器、注射、微創到手術 各種方式都有 一個只會注射的診所 沒法給你全面的處理 一個只強調手術的儀式 也不能給你完全的建議 提供全方面的知識 打破商業化的謠言 選擇最適合的建議 歡迎大家收看張帥打破醫美News 嗨 終於 我們剛剛快終於出現了 那你可以先幫小編 好難怪我剛剛會忘記我上次講什麼 因為我上個禮拜完全沒有直播欸 因為很忙啊 快要去 然後你先幫小編一個忙 你把麥克風整個吃掉 飛在你的脖子上去拜託 好 那天今天有客人跟我們說 說我們那個直播聲音太小聲了 所以我們今天有 特別有 雅虎贊助的麥克風 欸真的欸好酷喔 這是雅虎送我們的喔 對 好 所以先看品質會變好 如果 不會變好的話 我會真的 刷片極限了 我們在想辦法 好今天要講下巴 喔對 喔對 今天 不是今天明天 明天 中秋節 那 先跟大家說 中秋節快樂 那 當然我們 真是我也很有 人性喔 明天有上班的人 就有中秋節獎金 只有明天有上班的人 欸 你們幾個都沒有啊 唉 我也沒有辦法 整個社會好現實喔 那你真的明天我們來 你會發嗎 欸 對了我提醒大家 他那個忽略 他月餅跟烤肉記得 多吃一點再來給我們抽吃 不是我的意思是說 他如果吃太多 小心臉變得圓圓肥肥的 下巴會埋在你的嘴邊肉裡面喔 好了 我們終於就是 今天終於就是張帥 被我們挖出手術房 他已經兩次放給大家 所以今天要把下巴講完 我快要洗脫了 好 我們先來今天的第一題 好 本 等一下喔 本身嘴 嘴唇有點外翻 然後嘴形狀況都會尾開 那 做完下巴可以改善 喔來我們來看一張圖 有 有 是這個嗎 不是那個 應該在側面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那個 其實我們看一下這個圖 這個圖 我上次有說過 下巴這個叫長度 這個叫寬度 這個叫做挺度 好 那剛剛齁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個觀念 很多人啊齁 他其實 嘴唇有點外翻這樣 像那個 通常這種嘴唇齁 好像這個一般 呃像這個 比如說像這個 一些非洲那邊的人民 比較多會有這種嘴唇外翻的現象 當然有人覺得嘴唇 嘴唇厚是一種性感 但是 如果說有時候太過度外翻的話 大家當然覺得沒有那麼的秀氣 那我們要改善這個嘴唇外翻的時候 很多人的第一個想法 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縮唇嗎 嘴唇收進去 這是一個辦法沒有錯 可是 其實 我們發現一件事 對於像這種先天下巴 比較後縮的 我剛剛不是說這叫長度 側面叫挺度 這叫寬度 也就是說挺度比較不夠的 挺度比較不夠的 意思就是說比較後縮的 這種比較後縮的人 因為你可以想像剛剛這個下巴 比較後縮的時候 他的嘴唇 是比較容易外翻的一個狀況 所以如果 你看鏡子 你發現你嘴唇外翻的狀況 你下巴又比較短的話 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不是縮唇 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其實是現邁的下巴 夢出來 當你把下巴的挺度 從側面看的挺度做出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 原本有些外翻的嘴唇 他有點微微收回去的現象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 因為這跟骨架其實是有關係的 那你這個下巴 往外的 不管你今天放的是家底 或者今天你用的是自體脂肪 去做這個下巴 他都可以達到一個 就是可以把這個嘴唇 外翻改善 內縮的一個狀況 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情況 所以大家可能會比較少去注意到這個現象 那這個圖還有順便就是看 你看喔 我上次有提到嗎 我們這個挺度 適合挺度就是指你鼻子跟下巴連線的時候 如果是西洋人 你的這條線跟我們的上唇 當然距離是 這個4mm跟下唇距離是2mm 可是如果是東方人 鼻子跟嘴唇連線 大約是貼在上唇跟下唇的上面 這樣代表你的下巴的挺度是夠的 不然你看你這張圖 如果你畫這樣一個連線有沒有 筆借我一下 如果你這樣做一個連線 鼻子跟下巴做一個連線 你會發現這個線已經 根本就已經陷到嘴唇裡面了對不對 所以這就代表說你的下巴太內縮了 這個叫長短 這個叫長短 這個叫做如果夠停的話 這個夠往前 如果不夠停的話就是內縮 所以這個順便解釋一下 上次我講的這個叫做release 哪一人家的依賴 好下一題 好第二題 很多人都在說使用脂肪補下巴效果更持久 好 OK 其實是這樣 我們那個 我個人非常的喜歡用脂肪補下巴 非常喜歡用脂肪補下巴 那我們來講 任何事情都一定有它的優點跟缺點 我們來講一下 首先 用脂肪補下巴它的優點是什麼 我們知道脂肪所謂存活率的問題 那脂肪在臉上不同的部位 它的存活率是不一樣的 那下巴它的存活率是蠻好的 一般這個地方用脂肪打下巴 存活率超過60%是辦得到的 所以它算是存活率很好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用脂肪補下巴 有的時候我們補一兩次的時候 其實你的下巴那個脂肪一旦存活了 它就可以維持好幾年 這是它的第一個好處 第二個好處就是說 因為很多人呢 我上次有提到我們的下巴本身是 這個下汗骨的一個延伸 那很多人它兩邊的骨頭 其實是有一點不對稱的 那如果你在這種不對稱的狀況下 會怎麼樣 大家看我的手 假設你兩邊 本來你的骨頭有點這樣子 一高一低是這樣 那本來下巴比較短的時候 還沒那麼明顯 如果你這時候在那邊墊一個家底 就像一個線條延伸出去 本來只是微微歪 你在上面加一個下巴 它會彎的更厲害 所以對於這種下汗骨歪的人 如果你去墊家底 它會歪的更嚴重 除非你花大錢去做這個 3D列印的這種加底 也可以效果也很好 可是它的價格就非常的昂貴 那有另外一個比較好的處理方式 而且這樣的處理方式 其實是有醫學論文在支持它 認為效果很好 怎麼做呢 就是說我們用脂肪 假設它擺了一點高低 我們在做的時候 我們下巴要坐在中間 然後呢 阿歐的這一邊呢 我們再去貼一些下巴 讓它兩邊的下汗骨是對稱的 所以填脂肪 因為我們脂肪從身上取得很容易 所以我們那天做 用脂肪做下巴 做下巴本身 連兩邊骨頭這個地方呢 其實我們都可以用來調整它的那個 對稱度 對稱度 所以 這個用脂肪填下巴 它有這樣的一個好處 但是它是無敵的嗎 其實它 有些人會擔心一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因為脂肪它比較軟 所以如果你喜歡那種很尖的下巴 你喜歡走蛇精系的 然後下巴 那你可能用假體做出來 它會比較堅定 因為脂肪做下巴 它是比較自然的 因為大部分的人 一般沒有動過的下巴 它不能它其實 下巴這裡還是有一點點帶著肉的 是比較沒有那麼的尖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走腰精系的 你要很尖的也放假體 但如果你喜歡走自然派的 用脂肪是比較好的 還有脂肪擔心什麼樣子 在以前 像我們剛剛那個照片 剛剛這個照片 這種下巴特別厚縮的 特別厚縮的人 這個因為它骨頭 骨甲特別厚縮 所以這個地方的肌肉它很緊 那我們知道不止脂肪 脂肪怕冷怕熱怕壓力怕減肥 所以壓力是什麼 就是像這種壓迫 這個肌肉壓迫在這個地方的話 脂肪出貨率會很差 所以以前這種下巴 用脂肪補的效果很不好 其實不只是用脂肪 你用玻尿酸 或者是用精釀脂 這一種下巴 它都很難停起來 以前是這樣 但是現在我們有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好 我就舉我們的這個 這個我們的秘書 白小編 對 好 她要遮了眼睛 白小編 她呢 上次這個 許申梅來的時候 許申梅居然脫火了出 欸欸 你是我看過下巴最短的人 我的天啊 她講得好直接喔 這樣真的假的 她真的這樣假的 你不是好朋友嗎 真的 她這樣講 當然她很尷尬喔 然後她這種下巴比她還要短 這一種 在以前填脂肪 那脂肪活不了 可是呢 有沒有偷偷 你怕曝光 你就把你的臉偷偷沉在這一步 你就把 你看看 眼睛遮住 你眼睛遮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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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眼睛遮住 你眼睛遮住 好像那個下巴 非常的自然 而且她脂肪の出入率很好 為什麽 因為 我們在用這個脂肪做下巴的時候 然後我們還比人家多做一件事 什麼事情呢 我們在下巴這個地方做一個八字線 很特別 然後就是下巴可以拉線 我跟大家講 線其實除了用來做拉底之外 線還有一個功能叫做鋼架 所以很多人聽到線都覺得 線就是只能做拉底 沒有線還可以用來做鋼架 一樣 現在彼此可以做鋼架 在法律部可以做鋼架 在下巴也可以 我們在這裡用一個鋼架 他就 當他用這個鋼架 用這個線做鋼架 把這個 原本很內縮的這個組織 壓迫感很重的組織 把他撐起來的時候 我們再打脂肪進去的時候 這個時候脂肪 他就不會有這麼多的壓力 去壓住他脂肪的衝動率 就會好很多 所以我們這 比這個還短的效果 在以前我們用脂肪是做不起來 那現在 變得很簡單 因為他就是一個真空 然後整個全部的過程 整個做的過程大概是20分鐘而已 然後尤其如果你 你兩邊有不對稱的狀況 像你用脂肪 然後你再用鋼架去做的話 你也不用再說 你會不會做做做做慢慢玩一邊 因為 對於骨頭不對稱的人 有很多人剛放進去的時候 還有點症 慢慢的 因為你骨頭是歪的那個家體 慢慢慢慢 所以那個力學 慢慢慢慢會玩一邊 好這個就是傳統他的方法 但我們現在用線加上脂肪 他就變成是一種微創 不用像手術有這樣的恢復期 可是他的效果也很自然很好 但是如果你要走 腰筋系射筋系 那你還是放假的 滑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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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先跟大家講 因為我們先是最後一題 如果有問題的話 趕快上來 把想要問的問題打上來 等一下小編會請剛帥就是幫大家解答 好 好 我以為他會放過我從早上 就已經開始 好 好 最後一題 聽說下巴用電的很容易移位 所以其實注射有比較好 好 這個其實我剛剛也有講 我不是說下巴用電的就不好 我們一般下巴用的這個 電下巴的材質 還有分 我上次有提到說 我們下巴的這個方式有幾種 我們說過所有的美容方式 這個我們儀器注射微創 手術 沒有儀器 所以說下巴會用出來的 黑是不可能的台機 這是不可能的 好 那注射大家知道 我們一般下巴 我們可以打玻璃生或筋量子 好 那筋量子它是比較 結實比較硬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比較堅挺 或者是 比較後鎖的 你用筋量子是比較容易撐得起來的 好 這個是注射 那再來微創 微創就是我們一般講的 下巴這個地方就是用脂肪 我剛剛講的脂肪優點跟缺點 但是現在我們用脂肪加上線 可以克服以前它的缺點 好 所以這是微創 那講到手術 手術做下巴有什麼方式呢 第一個方式就是 電價體 好 那第二個方式就是消股 大家想說奇怪 消股為什麼可以 可以把下巴用出來呢 下巴比較短的人 或是比較後縮的人 有一種方式就是 我們在這個下巴這裡 這樣在這樣接一個方形的 然後像拉抽屜一樣 如果比較後縮的人 我就把它抽屜拉出來 然後再把它鎖住 如果是比較短的人 我就把它下巴這樣往下拉 然後再把它鎖住 就是消股把它 等於把這一塊骨頭鎖斷之後 然後去往前或往下 好 這是手術的第一種方式 第二種方式更常見 就是電價體 電價體有從嘴巴裡面開 也有從外面開 那它的優缺點是什麼呢 從嘴巴裡面開 最大的優點就是看不到巴核 那缺點是什麼呢 缺點就是說有時候那個傷口 它在嘴巴裡面 如果你傷口開的太小的時候 你這個家裡沒辦法放很大 那你放大一點的時候 這個傷口放大一點的時候 有時候這個從嘴巴裡面 怕會影響到你吃東西 因為傷口育的時間比較久 那吃東西有時候怕卡 這一次會有什麼好傷口 因為它會發炎 這是比較麻煩的地方 那從外面的好處是什麼 從外面的其實 你那個外面跟嘴巴比起來 它的感染率是相對低一點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它那個巴核 但是從外面放了有一個好處 從外面放比價不會移位 因為大家覺得為什麼 有沒有想問 不是很聰明嗎 你為什麼不想想你自己 為什麼呢 我們從嘴巴裡面開的時候 從這個量開的時候 我們要把這個地方 在裡面這個量借一刀 然後一直分分分分分 分到下面這個地方 然後再把家裡點在這 那這邊的組織 是不是全部都被你分離開了 你才有辦法從水 把那邊放東西進去 那也就是說上端 這個地方組織都是分離開了 那你的家裡如果放在這 這個時候有可能滑上來 因為被你分開了 可是如果我們從外面開這個地方 開進來的時候 我們分到這裡 家裡放到這裡 因為上面這個地方 我們都是密合的 所以你組織卡在這裡 他不會往上跑 所以你會發現 有些人他從嘴巴裡面開 如果他沒有鎖螺絲釘的話 他久了有可能會怎麼樣 往上跑 甚至不用久了 所以一個月他就可能有點往上跑 所以從嘴巴裡面開 往上移位的機率是比較高的 從外面開移位的機率是比較低的 可是就是那個傷口 我怕很多人討厭 不然你會覺得奇怪 為什麼有的醫師 他明明不是有內開的方法嗎 為什麼一定要外開呢 因為他比較不會意味 這就很像眼袋 眼袋有內開的方法 為什麼還有的醫師要外開 因為他要減皮 所以不是說有什麼方法一定是最好 每個方法一定有他的好處跟缺點 有他的優點跟壞處 這是必然的 這是我們要選擇適合自己的 所以你看我們開頭的講 就是就像很多方式他有注射有手術 沒有哪個方法是最無敵的 我們一定要選擇最適合自己的 好 那所以會不會移位跟你的手術方法有很大的關係 再來會不會移位跟你的材質也有很大的關係 好像一般我們一般放這個甲底的材質有幾種 第一種最常見的就是放矽膠 就是所謂的硅膠 第二種放的叫GORTES 也就是所謂的彭底 第三種放的叫MEPO 也就是所謂的人工骨 好 矽膠呢放久了 容易產生加膜的確以為的機率比較大 那GORTES跟彭底 因為他上面有很多很多很小的小洞 你的組織會長進去裡面 跟你的那個那個家庭結合 所以他比較不會亂跑 好 那那個人工骨MEPO呢 他他也會他上面很多小洞 可以讓跟組織結合的很好 好不過他相較而言的話 他摸為什麼叫人工骨 因為他非常的硬 就像骨頭一樣 所以你放這個人工骨的時候 你一開始的時候你一定要用 螺絲釘 胎合金這種 或者是這個 這種這個 這個 鋼 那個鋼鎖這樣去把它鎖在骨頭上 不然他會亂跑 因為我聽了覺得很害怕 所以 會不會移位也跟你用的材質有關係 那如果這是手術 那如果你一般我剛說注射用玻尿酸或筋量質 就是 玻尿酸打 因為他比較軟 有時候不管你剛打 或是打完一兩個月的時候 打到他還是有可能會歪 盡量只在前面一周碰到比較會 超過一周就比較不會了 那如果是微創用的這個脂肪的話 基本上脂肪 其實也是比較不會移位的 就像你身上的這個脂肪細胞不會亂跑一樣 那就固定在那裡 大概是這樣 所以會不會移位跟手術方法跟你選的 術食方式有關係跟你選的材質也有關係 好的 好的 有問題嗎 剛才我有看到一個 聽說上禮拜我不在 謝小穎 直播就把我的粉絲都搶走了 我好傷心 沒錯 然後剛才拍誰 因為剛才 我們的 FV的麥克風 做了一點問題 在最一開始 我們有讓 張醫師的聲音 先讓他變清楚一點 因為小邊們還在試說 到底什麼方法可以讓聲音變清楚 你一定在嘗試 然後剛剛有看到一個朋友有個問題 打蕭子針 可以打電下嘴嗎 對我們小方沒有一樣的 打蕭子針可以打電下嘴嗎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當然不行 小指針跟下嘴完全 他對下嘴完全是沒有效的 我知道坊間有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首先小指針他的原理是 這打電影以後去刺激你的橘子細胞 去吞噬你的脂肪 然後他其實是引起一種 發炎反應來 來讓你的脂肪 一般脂肪死掉掉 事實上 我知道很多醫師會跟客人說 啊打完蕭子針以後 你皮膚會結會上去 但是幾乎我這裡 每天處理那麼多客人 我發現很多客人 就是打完蕭子針以後發現 一開始還好 過幾個月以後 他整個鬆的很厲害 然後才尋求方法說 有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打蕭子針 根本就沒有辦法解決 下垂 甚至有的會造成 他的鬆失 那會有意思是說 奇怪這個 這個說法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因為 我先講台灣 目前有正的這個蕭子針 他也沒有說他可以拿來上帝 國外有一個台灣現在不合法的這個蕭子針 他們有打了名號說 打了以後 會有上帝的作用 可是我自己問過一些有經驗的儀式 跟國外的儀式朋友 他們也覺得 沒有像他廣告的字說的那樣子 他們也不覺得他有上帝的作用 何況現在其實 像這個台灣大小子針的部分 他本來就沒有強調 他可以拿來上帝針 打弄清楚 他的目的就是單純的消失 好 第二題 所以加替卡麥拉會磨損自身的骨頭嗎 好 卡麥拉我剛說的三大材質是矽膠 就是說軌膠 還有GOTES 就是彭底還有聯工骨 欸大家說卡麥拉是什麼 卡麥拉是介於矽膠跟GOTES之間的東西 什麼意思就是說 他的 他的心 是 是矽膠 但他表面有一層薄膜是GOTES 這個問題問的很好 因為的確根據研究矽膠 這個材質 有可能會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久了他可能會產生夾膜 會有一層什麼叫夾膜 就是一層 身體會產生一層厚厚的膜去包住這個 不是自己身體的東西 這個夾膜可能會讓他挖動 另外一個問題是 如果你在一開始放的時候 是放在這個骨末下 他久了是有可能會讓這個局部的骨頭 有點這樣子侵蝕 一樣會有點陷進去 所以矽膠會有這個狀況 但是 GOTES跟卡麥拉 如果你的卡麥拉表面的GOTES 這一層還在的話 一般他是不太會有這種侵蝕骨頭的狀況 OK 好還有問題嗎 沒有了小媽 沒有囉 真的沒有囉 沒有囉 大家要趕快回去烤肉了 咦我不知道嗎 我們現在還在陪你 你覺得回到烤肉幹什麼 讓他幫忙滅火好嗎 好 好 我們的黑天鋒 幹嘛 你要捏啦 好 變美的方式 從儀器注射 微創到手術 這四種方式 一個只會注射的診所 沒法給你全面的如理 一個只強調手術的意思 也不能給你完全的建議 提供全方面的知識 打破商業化的謠言 選擇最適合的建議 歡迎大家再繼續收看張帥打破 以美命之 打破 哦對齁 你爛爛 你還是想回家吃烤肉吧 拜拜 大家拜拜 真的剛晃著等一下 你也太煩了吧 你想吃烤肉